死者蒋沛饶 今年三十五岁 未婚 现在独居在双连红星小区 一间宜居房 过 过 死者的身份已经确认 说说现场 请问 明白了 这个是刚才唐优他们技术科 发过来的报告 法医的血液鉴定结果显示 死者死亡之前吸入了大量的遗迷 说明凶手是绑架了死者 然后死者的身上呢 大概有六处电机伤 其中包括脚腕 手腕以及大腿 呈均匀状分布 然后从伤口的电流斑 皮肤金属化以及古珍珠等 一系列的现象显示 死者生前不只是受到一次电机 所以排除了这种意外 受到电机的可能性 绝对是人为导致的 那么我们推断了一下死亡的时间 初步定在今天的凌晨两点左右 但是在蒋沛饶的脖子上 发现了这样一个奇怪的标记 一个类似于六芒星这样的标记 发现尸体的地方是在万岩山加年华娱乐城底 地下迷宫的一个房间里 这个房间里除了尸体之外 还有死者平时追踪的这个女孩 照的这些照片啊 什么都没有发现 这个屋子里连个插线板都没有 更没有什么电机设备 所以根据这些我们推断出 这肯定不是第一案发现场 凶手非常狡猾 蒋沛饶的手部 面部 以及所有有可能留下凶手指纹的地方 都被处理得一干二几 因为发现这个尸体的 是第一批进来的游客 所以现场也被破坏得差不多了 没有采集到凶手的脚印 之后我们对蒋沛饶的家里 进行了一次复查 怎么可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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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不是蒋沛饶死亡第一现场 你冷静点 阿诊 给大家交代一下复查的情况 好 在蒋沛饶自己家的地下室里头 我们也没有发现电机所留下的痕迹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怀疑 凶手是先潜入蒋沛饶的家里 把蒋沛饶劫走 在别处实时地垫击 并且我们在蒋沛饶的家 发现刑纳那本丢失的笔记本 我大概翻看了几下 记得都是刑纳近几天的行程 刑纳最近一直在忙着找工作和出国的一些相关事宜 绑架刑纳的这个组织在绿同时很有可能是通过假招聘来点人头的 很好 这是个重大的突破 你们说蒋沛饶是不是因为这个才让人灭口 从作案设法上来看 刑起的案子无求简洁迅诉 是同一个人作案的可能性并不大 还需要再查 唐佑 监控方面 我调查了万言山嘉年华的监控系统 发现有被劫持的迹象 在凌晨四点至五点之间 监控休眠了大概一个小时 再次启动的时候 画面里只有死者一个人了 这个凶手还用摄像头拍了几张照片 这些照片在凌晨五点间 开始在网络上流传 还详细配了蒋沛瑶的那些变态爱好 现在已经都传风了 有趣 简直了 说重点 这个凶手一定是一个大神级的黑客 他们在发给嘉年华员工的邮件里面 还包含了一个木马链接 只要这个员工点进去 他们就能顺着通道 黑镜游乐园的安保系统 成功劫持了摄像头 这个凶手的网络地址 我已经尝试追踪过了 他采用了人海战士 在全世界范围里 劫持了一大批僵尸电脑 当成自己的提升 也就是说 全世界千万台电脑前的每一个人 都可能是他 但只要是人类就会留下破绽 被截除的所有的电脑攻击端 都来自同一个信号发出 我找到了这个黑客的代号 叫MissQ 以及 它原始的地址 是在冰岛 维克小镇 奥斯路一百零五街十四号 白色恋人游戏厅里的 一个超级马力游戏记忆 用我们老百姓说的话 你被那个MissQ给耍了 开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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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刑纳的失踪案 虽然已经过了最佳的援助时间 但我想在座的各位都没有放弃 今天发现的刑纳的笔记本 给我们指明了方向 还有 刑纳招聘的这条线索 所有的一点一定要认真地分析排查 还有他 这个死者曾经是咱们的嫌疑人 不管是巧合还是背后有什么背景 分出一族人来 认真地查下去 最起码他的死法就很欺求 方默 从犯罪心理学上有什么疑点 首先 一般的杀人谋求迅速 拖延的时间越长 越容易被发现 其次 本案中 死者被戒之后 曾遭遇过长时间的酷刑折磨 而这种冒着极大风险的折磨 显然 只在显示凶手的某种情绪 而这种情绪 与仇恨有关 其次 凶手为什么选择 惦记这种费时又费力的方式 想要折磨他 一把小刀就足够了 除非 凶手是想用迷宫和电击 来表达某种情感 救命啊 救命啊 尊合上面的说法 凶手的目的在于复仇 而且 他对迷宫的路径非常的熟悉 嗯 现在看来我们要把全身的处理 都伸出去 抓住一个线索 就一直都下去 刑查的案子 重点要查招聘 查地下迷宫 查黑客 还要复查刑场 就算大海里捞针 我们也要一直地查下去 行了 按照布置 大家分头行动吧 赶快 我帮助我 啊 怎么样 请您 我认为你好 一定看到吗 我认为你 但是你 吗 你有 也是 我呢 我认为你 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吓死我 昨天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 你在哪儿 我不告诉你我吃饭了吗 就是在这儿吃的吧 还是个商品 昨天你给我打电话之前 我一直跟着他来着 我一直跟着他来着 我一直跟着这儿 我亲眼看他从我进去 咱没出来了 我吃饭都是点着外卖 我就蹲这儿 蹲着啃着这烧饼 我就不明白了 凶手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把他从头弄出去 而且我抛车到几十公里之外的那个地下面 你是说 你一直看着蒋克遥没有出来过 对啊 除非 凶手像个幽灵一样 可以凭空进入到房间里 然后再凭空消失 不要紧 不要紧 还好去怕 凭空 подпис 还好 这购票 还好 这购票 哎 你好 这个就是那个总 文贵顺一样 对对对 还能跟我口 对对 你先拍点 买票好吗 哎 来 给我给我 哎 不要紧啊 各位游客 不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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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都有票 哎 各位游客 不要紧 不要紧 还好 这怕 这购票 还好 这购票 不要紧 每个人都有票 哎 给我给我 哎 简直中的 我跟你说 我们这个迷宫啊 全长四百五十米 三十四个十字口 五十七个死骨头 结构太复杂了 就那天那个游客 发现一个尸体 整个人就慌了 在里面到处乱串 后来还是一个游客 按住了求助梁 我们才一个个给救出来 看一下这个 通关牛人都是我们这边的 还有这个 封关排行榜 这个第一名 谭记 为什么比第二名快这么多 那可不是啊 这个记录我估计得保证好几年 不过这小子挺有意思的 从我们开张之后就经常来 算是我们老竹一个 是哪一个 就这个 经常来是什么意思 为了得第一名吗 创记录之后也来 号称新墙 估计想打破自己的记录 他手要拿的是什么东西 墙瓶吧 就这个 一个指南针 墙瓶应该不是随便拿的吧 有没有留下个人信息 你谁啊 我叫方木 刑警队的 找你了解的情况 加年华迷宫的杀人案吧 我这么说是不是对我不利啊 我以为你会问我 你怎么知道 七月二十七日晚上 你在哪里 好像在网吧打游戏吧 对 打CS 红运网吧 就在我家楼下 打游戏 为什么不在家里 网吧键盘随便拍随便敲多爽啊 还能跟人组队 什么时候离开的 通宵呗 还能几点 早上六点 反正出门的时候天亮 一个人 对啊 贪生狗 谁能证明你说的话是真的 妈呀 还搞这么吓人 照你这么说 我是不是找个人天天跟着我 不然哪天指不定碰到 像你这样的人把我给问住了 单独撒泡尿 还能变成嫌疑人了 好 我们会查清楚的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你去那么多次迷宫 是为了证明你的方向感 还是想画出迷宫的地图呢 我就先自己桌面空 拿着假品当摆设 老板 开个机 老板 先打听个人 不知道 这个你知道吗 我知道 那天他来我这儿上网 要个矿泉水 我给你拿娃哈哈他还不喝 非要农不善权 还要凉的 只要他半宿 一刀刀宝人 就他了 老板 两瓶红牛 自己拿 十块 就他 这个人你怎么会印象这么深刻 时间呢 齐变二十七 因为那天咋的是 他非得用个酸奶 还要当天的 那你说我上哪儿 给他整当天酸奶去啊 我差点个拿凳子轮的 咋的了 来个这个嘞 不用了 机型不错 你走啊 哥 那你过来啊 船部 我们调查了 游乐园的所有工作人员 没有发现可疑人员 你说吧 你说吧 然后我们走访了 蒋梅耀的小区附近的亲友 或者邻居 蒋梅耀平时 基本不会外人接触 也没有可疑人员 但是 我们调查了蒋梅耀家 附近小区巷子的摄像头 发现了这个 你 起来情况怎么样啊 他这个呢 各项指标呢 都是正常的 但是哦 就是很奇怪哦 这个人就是醒不过来呢 人家叫正常啊 好好地就在这儿躺着 你怎么不换身 衣服在这儿躺着呢 不是 你这个 行行行 到这儿 医生 医生 我们那个知道人正常啊 这个指标呢 也知道没问题 我们就想知道 他什么什么时候醒过来 我问你话呢 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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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以前 我和你少爹干活 你每天高高在上的训话 我对你也听着 现在呢 风水轮流转了吧 在以前 那时候娜娜还小 你一遇到棋手的案子 你眉毛皱里就跟恐怕一样 娜娜每次看到你这个样 让你躺下 帮你揉眉头 她现在暂时不在 我再帮你揉揉 少点走啊 我失晕了 我没有把圣袋给你带回来 我没有把圣袋给你带回来 这情况比我想象那个复杂得多 什么时候我都想过来 你带帮我 你去看我玩 我刚才给那糖的浸味了 你不用管我 我这也是浸味 喂 开尾 你在哪儿 我来医院呢 有什么事你说 这会有没有咱们的人 我出来呢 你说吧 立刻回警队 什么都不要问 什么都不要说 不是 有什么话你就直接 台警官 你好 我们台警官 台警官 你好 台警官 台警官 你好 台警官 你可以开始跟那种小朋友 用不进去去吗 言局 他也不是球手 说说理由 第一 江沛耀死于地下迷宫里面 复仇干点极其灵险 静儿 死者死亡时间是零晨两点左右 而这个时间 台北正在睡觉呢 谁能争不了 我 这样吧 这个案子 这个案子 先由方母负责 台伟呢 暂时休息几天 等技术科拿出你不是凶手的证据之后 你再出来 就这样吧 局长 老行还在病床上躺着 行那也没找着 这时候你听我的指令 这合适吗 这时候你听我的指令 我相信你 方母也相信你 大家都相信你 可媒体呢 公众呢 死者家属呢 他们会相信你吗 老行昏迷不行 行那下落不明 你着急我比你还着急 那然后呢 难道这能成为 不择手段办案的理由吗 我们是警察 和犯罪分子最大的不同就是 我们知道能干什么 我们不能干什么 我们不能一边怒斥犯罪 一边有助纣为虐 公众 媒体 死者家属 他们不需要知道真相 他们不需要知道 我们在办案当中 出多少汗 流多少血 他们只需要知道 万一有一天 这些无辜的人 他们被冤枉 成为了犯罪嫌疑人 需要我们这些警察 为他们洗脱冤屈 为他们查明真相 而我们所做的一切 就是为了证明 正义 永远都不会缺席 只不过正义 有时候会来得外一点 正义是什么 他看不见摸不着 但时间一到 你们就会感觉到 正义接触的过失 一天 不过正义 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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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天 二天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吃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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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想了 一天天跟有病似的 筷子 你只是从外面看到它是一个合法 但是没有看到它落地的结果 其实它原本就是空的 犯罪心理呗 单纯的智商问题 零二年 天阳世纪读案 杀毒犯 两把手放进去 我和老刑把他们堵在院子里 当时队长还没发话 我就冲进去了 那时候年轻了 不知道天高地厚 根本就不知道人的生命 可以渺小成这样 说美就美了 那时候这马脑子里面 齐里泡拉跟风泡一样 子弹就在我脑袋边搜搜的飞 真的偏一点就把我脑浆子干出来 当时我就想 完了 连媳妇还没吃着就挂了 你说我这么死了 能不能封个烈士啊 这算二等功的 还是三等功 这在那时候老刑突然窜了进来 把我连脱带带的 我肩膀中了一枪 肚子转了一枪 这也中了一枪 差一点从邢志森同志 变成了邢志森公务 我这套命是老刑捡回来的 我这套命是老刑给的 刑的是她的命 那就是我的命 你说人没了 还不让找了 这是我从老兴办公室找找的 不知道有没有用 靠你了 先饱饭吃了 喜欢吗 每个人的内心中或多或少 都有些无法治愈的伤疤 治疗这些伤疤 舔尸这些伤疤的方式 其实很多 但是想彻底治疗它的途径 却很少 我明白我只是想在您这儿 舒舒服服度过两个小时 什么都不想 我试过几百万的深度睡眠系统 试过躲在录音棚的隔音室里 也试过躲到乡下 但是只有在您这儿 我才能入睡 我经纪人 居然还想帮我借一个卫生巾的代言 明天去世 明天去世 亚帆 方叔叔好 翻学了 是 怎么我没回家啊 一会儿就回去 我请你喝杯东西吧 不用了 我还得回去做饭呢 来吧 正好我也渴了 一会儿送你回去 保证 赶在赵阿姨发火之前 来吧 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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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号 1号 2号 1号 医生 2号 1号 1号 来 吃吧 饱了 还有这么多呢 快吃吧 不用管我 饱了 那你至少 把这个吃了 不然一会儿就化了 我妈以前也经常带我来吃肯德鸡 我还说呢 你这丫头跑哪儿去了 怎么蹭上方木格格的车了 也是偶遇 杰帆 拿去给孩子们吃了吧 我去吧 刚查完回来 路上遇见雅凡 带他吃了肯德鸡 这玩意以后别买了啊 别把孩子的嘴痴馋了 没事 是 偶尔一次 你看看你 刑囊还没下落 又来了这么个案子 你肯定是忙疯了 又惦记着我们这边 没事 也该换换脑子 不然有些事总想不明白 这个什么迷宫的案子 也真是够蹊跷的 这几天我们都不敢看新闻了 怕孩子们看得害怕 死的那个叫 江沛遥 江沛遥 有线索了吗 找到一个叫谭记的 不过他又不在乡证明 但是我还是怀疑他 你上次跟我说的PTSD 他多少是符合他 谭记 我今天给你送了一张 这多少天没洗脚了 怎么那么多苍蝇呢 典型的 遗失划灭苍蝇现场 又来了 能不能帮我打打苍蝇 一般来说 凶手在犯罪现场使用遗失感 无非是满足自己的某种心理 或者情感表达 比如说 是想表达自己的观点 或者泄愤抱负 凶手认为 只有完成仪式感 才算是成功地完成杀人行为 灭苍蝇高手 你是想 世界和平 我更想睡个好觉 要求不高 对 你怎么睡觉 你们就没睡觉 你们现在睡觉 嗯 我想睡觉 你可以闭着你 我明天啊 你明天啊 一定是你 明天都不太担心的 您干儿鸡 这个是同事 我这本物腊 您不肯定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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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